下面我们今天可能讲的不是很多 但是传承仪轨比较重要 我看你们下面还有文殊纲罗马 我们可前念的文殊战 还有麦彭仁波切的文殊战 等会给我一起地上来我念传承 藏文的传承 今天我们所有的文殊菩萨重要的修法给你们都传了 我看今天就人比较多 这样的话 首先我讲一下我现在还要发心是吧 啊 总行啊 好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当中主要讲一下文殊菩萨的修法仪轨 文殊菩萨的修法仪轨大家应该知道 尤其是藏传佛教当中比较多的 在密宗特殊的修法当中也相当多的 有施续部 瑜伽部 马哈尤嘎 阿尼尤嘎 这些密法的书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文殊菩萨的修法仪轨 还有藏地一些教掌的大德们所传下来的文殊 红文殊 白文殊以及黑文殊 五方文殊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五胎山五个胎也是有不同的 五种颜色的文殊菩萨住在那里 对所有的愚昧众生进行加持 给予智慧 是这样的一个本尊 所以在我们修行当中求文殊菩萨的加持 开启智慧 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有些人认为 可能我全部都是依靠文殊菩萨来 自己什么福德质量也好 修行都不需要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确也是需要前世也好 今世也好 需要积累一定的资粮 你如果一点根本都没有的话 文殊菩萨的加持再大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自己积累资粮的同时 祈祷文殊菩萨的的确确也是有殊胜的加持力 因此很多道友经常讲背素背不下去 马上就忘了 一定要开智慧让文殊菩萨加持我过目不忘 很多人都希望尤其是我们学院当中很多的法师 背素的时候辛辛苦苦背了好几天 然后再过几天一看的时候忘得干干清净 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 然后自己也特别失望对自己的没有信心 对佛法也没有信心 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生生世世的业有一定的关系 有些人的确也学得非常好的 我们这里有些堪布 有些堪布当中有个别的 已经背了好多大大小小的论典 整个五部大论也好还有非常多的论典 人家背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这样的人也相当多的 包括我看到有些居室当中在城市里面的居室里 背素不是很理想 有一个人跟我讲我背素特别特别厉害 我说为什么我把入菩萨行论的九品以上全部背完了 好像觉得入菩萨行论背完了以后特别厉害 但是在学院当中来讲可能背个入菩萨行论还比较容易 我们这里以前有些人背的时候一天背八十个颂词一百个颂词 一天当中都背下来了 所以我也是以前经常在考试 以前有时候我们学院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候 旁边有些不管是任何场合都在背书 传法 看书 这是学院当中确实闻思修行的气氛相当不错的 那这样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人有自身的智慧具身的智慧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什么学问都是非常精通的 有些人可能对世间法的智慧是很不错的 但是到了出世间的时候有点笨了 比如说你世间的一些事情记得特别特别夸 然后一听到佛法上的时候好像比较笨笨的 有些人好像对佛法方面的一些道理记得特别容易 而搞了世间法方面的话就不容易 所以我们经常有不同类别的众生 根基 意乐都不相同的 佛陀也在佛经当中说 众生的根基千家万别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今天也是很多道友讲文殊与世子这个修法 就让我跟大家传说一下 其实这个文殊与世子它是一种也是密宗当中的 比较深的一种修法 因此我们今天听众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在这里简单地过个传承 然后一次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话自己去修行 最根本的如果你要想开智慧你要有信心 把文殊菩萨和妙音天女无二无别的方式 然后念咒语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都学过了很多人学过《大黄黄王》的时候 实际上本尊就是咒语咒语就是本尊 要生起这样的坚定不移的定解的时候 那对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法有一定的心结 这句话可能有些刚学佛的人不一定听得懂 但意思就是说你即使修法的仪轨不懂 即使你不会观想 但是你就一心一意的 就像我们有些藏族老相 他可能让他观想莲花生大师的整个形象的话 他根本不会 但是他一心一意的一辈子都开始念莲花生大师行着 有些人让他好好地观想一下 观音菩萨的整个庄严他就根本不会观想 但他一心一意的念诵的时候也会得到成就的 同样的我们汉地的有些老年人 让他说一下阿弥陀佛寺受你拿的是什么 阿弥陀佛是站着还是坐着 阿弥陀佛是具有三十二项八十岁号是怎么样的 不要说八十九十 八个岁号也是他说不清楚的 有些老年人就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 阿弥陀阿弥陀佛 但是有些人只要有虔诚信心的时候 还是会什么呢 原来我们极乐愿文当中也是有吧 有些人把阿弥陀佛身体的庄严 包括他的妙意 颜色都已经搞错了 但是一心一意祈祷的话最后能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文殊与世子的修法有两种 这两种我以前刚刚开始 最近年的时候我一直忙着没有修 刚开始文殊的时候我很想马上要开智慧 一定要文殊菩萨来给我开智慧 而且我专门研究文殊与世子 但是这个观想比较复杂一直观不起来 后来大概观想文殊菩萨 妙音堂你堵在我前面 然后我就开始一心一意地念咒语 我以前念的方法和修的方法就比较简单 因为里面的一些真正的咒论 有些观想方法不是很懂 我看到英文当中也有很多的 西方这边乔美仁波切的文殊与世子的修法也有翻译的 然后美彭仁波切的修法也有翻译的 但不管怎么样你们自己好好地以信心来祈祷 然后就可以观想 这个修法的重要性 我以前在法王如意宝的专辑当中也描述过 可能在座的有些常驻的学生和道友 大家应该记得比较清楚 当时法王如意宝应该在五六岁的时候 他当时连赞文都不认识 显现上好像是有点赞文读起来的特别困难 知道汉地基本上读幼儿园的那个时候吧 那么有一次法王出去玩的时候 有一个《观音行诸刻在石头上》的石堆 在石堆的缝隙间有一张卷卷的纸条 他打开一看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是藏文的 但是根本不懂到底是什么内容 因为自己当时还不认识字 后来这个让别的人犯别的人犯的话 你们可能不知道藏地的话 一般除了出家人以外在那个年代 好多在家人都是不认识藏文 不认识其他文字的 法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字的人 最后找到一位认识藏文的人 法王特意要求这个字条里面到底是什么 给我念一遍 其实我在想有三根的这些孩子 好像在六岁的时候也不同的 我们可能有些没有三根的孩子的话 马上把他死了 有可能的 他不会找到别人去给我念一下 可能他不会的 他马上扔到盒里面或者是怎么的 然后这个人忘了原来我们写专辑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法王当时没有专辑的时候 丹正将说佛佛和刺诚罗诸堪布 我们几个法王开许写他的传记 然后我们亲自在他面前也是听过这个故事 然后法王也是整个过程都是当时讲了 但是那个人给法王念了这个仪轨 从都道尾念了一遍 然后念一遍的时候原来这个是一个文殊菩萨的修法仪轨 是恰美仁波切造的 最后的文字当中有一句当时法王用藏文念的 念到 Yagriyirki meurken lo no goch gorgogba Yikiyang nama xipa niang qiu zipi 价价 有这么一句话意思就是说 他最后一句里面说印度的一个老人是99岁的 印度的一个老人99岁 他不认识字但是后来他用文殊 死后仪轨来他不认识字但是他可能祈祷文殊 他就祈祷 祈祷之后修了一天就成就了有这么一句话 然后法王当时心里面想 你看99岁的人都是修文殊法一天就成就 那我这样的年轻人修文殊法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他开始念这个主义和修行 所以有善根的大德从小的时候也是 我这么年轻的人 当时六岁啊 昨天我们在说开玩笑的时候也是说 原来我们旁边下面有一个叫霍西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修教堪波 他已经早就圆寂了给法王的一个同学 他在讲课的时候提到我们学院的一个堪波 现在我们修士林这边的人叫土尼堪波 然后他说 当时他可能没有得到堪波的学位吧 说这个土尼来到我面前好像十几八岁 我问他你通不通达五波大论 他说我应该会通达的 然后堪波问为什么你应该会通达 因为现在我不懂现在我没有通达 我刚刚开始学 但是我这么年轻 以后应该会通达 然后修教堪波他用正面的回答 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年轻人十几岁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话 那应该通达五波大论自己要有自己信心 不要自己觉得我肯定不会通达 我肯定没有学完 我肯定已经完了 不应该这样想 所以我这是中间查了这么一个故事 意思就是说刚才法王他心里当时想到 九十九岁的老人他修了这样的文殊与世子 那么一天就成就文殊的修法 后来好像这位老人真的传授了许许多多的一些 显宗密宗的教言 有些历史当中讲后来他变成八岁的这种孩童 有些说是很年轻的一个班智道 有些说后来在印度是非常著名的一个 最老的一个班智道有不同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传承后来是帕丹巴桑戒 好像帕丹巴桑戒我们前行里面经常讲的 丹巴桑戒就是他得到的他传到藏地 藏地当时应该是第九十噶玛吧 叫做应该自在金刚吧 王修多戒 他一直传下来 所以一般该九派对文殊菩萨这样的修法也很重视的 然后强摩仁波切也是他传给他后来的弟子 当时他做了一个文殊智慧碗 大多数都吃了之后开智慧 然后通达显宗密宗的一切教言 然后蒙巴仁波切他的著作当中 有不同的文殊与之子的修法 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许多的大德 他们都是通过修文殊菩萨 包括你们知道是冷海上师 冷海上师的上师就是康萨仁波切 康萨仁波切也是专门修文殊与世子 他有些历史当中这样讲的 说他通达一切经论 依靠文殊菩萨的殊胜加持智慧力 过目不忘还有大藏经在三天当中他可以翻阅 而且他读的时候流氓在同一个世间当中 所以特别特别快 在藏地历史上有很多比较生气的人物 生气的这些成就者 他们都是通过修这样的智慧而来的 当然我们在座的人我想完全短短的时间当中 通达也有一定的困难 我原来也是想刚开始背书的时候 一定要文殊菩萨的加持所有的这些经论马上要精通 但后来没有想象的我想象的那样开智慧 不过自己的确也是有身心卑异的什么呢 就是依靠文殊菩萨的 不管是念阿拉巴扎也好 连我们其他的这些仪轨来修持的话 那对自己的机性对自己的信息非常的容易增加 因此文殊法门可能很多人想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应该是想生生世世不离大乘正法的这些人 应该尽量地会修持有些人对生生世世的文殊法门 像我的话确实这些上师们都是 好像自己觉得大多数都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比如说我们像藏传佛教的 我经常爱学的这些大多数是文殊菩萨化现的论典 萨迦班智达 无垢光尊者忠喀巴大师学于三大文殊 有这样的说法 像法王如意宝去五台山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圣经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加持融入他的心 然后我们就祈祷得到遗传加持 所以说对文殊菩萨我们的根本上师也是非常有缘的 而法王如意宝的遗传得到加持的上师 就是全职麦彭仁波切 那全职麦彭仁波切在藏地学悦来讲 只是一个公认的文殊菩萨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我们 尤其是法王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 当时真的我的这种信心 跟上师是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有这样的信心 现在也是这样的 好像法王以前也讲过 我在世的时候你们可能不一定对我有文殊菩萨一样的信心 但我离开世间以后 也许你们对我的信心是更加增加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些文殊大圆满 文殊菩萨的一些仪归的时候 自己的根本上师跟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很多修法 所以这是非常深深的窍诀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高等大学里面 教育的内容很迎人注目 应该是让人吸引的特别不错的 但是很深深的我们初世间的比较超越的教育 或者知识是找不到的 所以人类需要我们现象以外还有一种它的奥秘 这个奥秘解开需要这种智慧的钥匙 那这些智慧的钥匙表面上看我们念一个仪轨 好像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的 但实际上这个仪轨当中会有很多的内容 表面上看我们念一个简单的咒语 就是念 嗡马拉巴扎那德 嗡马拉巴扎那德 有些说是那德 有些说是那迪 那天有些人到底是那个准确 只要自己有信心的话都可以吧 因为每个地方的方言也不同的 像有些格鲁派的一些辩论场所当中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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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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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揽噗 嘟嘟嘟嘟 有很多 嗡眈喇抜扎 嗡眈喇抜 所以可能有些语言的 比如 嗡ied Libязā 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只要是自己心清净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有不同地方的 像本身我们对凡语的念诵风法 当然有基本的一个标准在这个基础上 不同的方言所表达的内容应该是相同的 那这样之后我们希望大家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之间 开启智慧总而言之这么一个目的 就可以修持这样的文殊菩萨 我今天把这几个传承给大家念 然后自己可以有时间按仪轨可以修法 这个文殊余诗字修法我以前也是翻译过 今天我一个别的字又重新改了一下 重新调整一下 弘弘伦波切的那个 乔弥伦波切的好像我记得以前也翻译过吧 但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给大家念传承以前弘弘伦波切的 语义诗字我来学院的最开始是在 我们学院有一个叫做当时有一个坎伯 根登罗伯他比较老他现在还注释着的 前一段时间听说是在汉地 我想他面前得过一些法应该我想清净一下 但后来好像不在所以我是这样的 不像我们现在的有些人一样 对法师面前得法的时候是很有欢喜心的 然后得完了法以后要么诽谤要么再也不利啊 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些法师别有用心 真的是他有一些连财啊 用这种目的来让你色素的话 这不是一个具象的法师 我们不清净他应该是可以的 不叫真正的法师但是真正的一些好的上师 他用他的一些佛法传给大家的话 哪怕是传一个仪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有很多对师父和老师的说法 一日为师 众生为福 这样的话佛法更不用该说 一个人给你传一个仪轨也好 现在很多人都经常跟我讲 我在你面前怎么说的 我的师父不是你 上师不是我 但是在你面前我听过一百多堂课 我都是 对我来讲 有多少人把我当师父也好 把我当敌人也好 没有什么的 但是这句话很多人都可能是 他没有懂得佛教的教义啊 哪怕是我们在任何不管是汉族藏族 哪个法师面前得到法以后 大家因为法是在世间当中非常难得的 你应该永远有一种尊重他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但我看到我们这里现在这个世间当中确实有些人是没有的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比较出名的堪布 他们也是因为自己有了一些名声 财富 这个时候也会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发生 我们汉族的堪布堪木当中 以前也是自己在哪一个班里面得什么课啊 听了什么显宗密宗的教言 后来自己已经当法师之后 好像自己自然而然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谁的法师的名字都不提自己是比较出名的 哦 法王如意宝我是法王如意宝 因为法王如意宝是公开的世界性的一个上师 所以他的名字提的话觉得我还称得上 除了法王以外其他的一个堪布 堪布 法师 这样可能不行啊 如果提了他的话 我的威望可能会减少 我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不说了 所以这就是不懂佛法的一个意义 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用一种摄像来比喻 知道吧 猎人和摄像张子有几个 那么把他的摄像已经弄完了以后 张子打死了之后就已经可以了 这就是雷根弟子的法相 所以这种现象我有时候 我们这里堪布堪布当中有些人有感恩心 他们好像觉得我现在是代办法师很不错的 但是我曾经在某一个堪布或者堪布面前得过法 而且对他的尊重 尊敬一直存在的 这也是 应该是我觉得有必要的 所以我个人而言真的是凡是得过法恩的 不管是上师 堪布大多数都已经离开了世间 现在我这样的年龄 上师我得过的这些法恩 好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现在记得堪布格多仁 堪布格巴 堪布格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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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已经圆寂了 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注释 所以我今天也是当时最开始来到学院的时候 可能来的第一年吧具体那个世间我不知道 文殊语世子麦彭仁波切的这个 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得到的 今天我给大家念个传承 我先念这个是吧 这个仪轨你们自己看就应该不用讲的 应该知道的 然后下面是规矣吧 然后前面是规矣吧 首先有个规矣 哦们书坝沃师 地沙拉大里面书坝沃师 得哄 诸法就变成空性 念这个咒语 然后就开始念诵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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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世专家娃尔德诗的首号我给大家重复一下 我们闻说语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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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好像 海昔伦�彦 gender 里面应该有一个妙音天女的咒也在加 signs里面 那个里面应该记得 斯德玛米德文曼吉西尔 苏拉苏斯德曼吉西尔 蒙什专家卫德呢斯德说 稍微可能这个有一点差别吧 你们要想开智慧的话前面的修法 如果能观想能念诵也是很好 但是最好前面的修法要念诵得过一些密法的观点 因为它是属于密宗的生起子弟里面的 父父父母的修法 所以稍微有一点密宗的见解 没有密宗的见解的话 我们光是这样修恐怕不太会的 至少也是得过大黄黄王还有这方面的一些闻思 有了闻思的话才知道密宗的修法是什么样的 比较明白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得过前面的仪轨有些可能不一定会修 但是你可以祈祷妙音天女 祈祷文殊菩萨的方式来念他的咒语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修法有很多本尊以国王的方式 以朋友的方式还有以尊者的 有不同的一些君主的方式等等 在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更深的一些 这样的修法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们心里面可以这么想 闻思菩萨是智慧的圆权也是智慧的神尊 妙音菩萨也是智慧的神尊 我一心一意祈祷闻思菩萨妙音天女通过智慧 让我的相续得到成熟通过这种方式来念咒语 我下面给大家念一下 然后你们也是跟着我念 Om 舍得妈咪得温 慢着心 盲识专家 瓦达勒 识得苏哈 Om 舍得妈咪 瓦达勒 慢着心 盲识专家瓦达勒 识得苏哈 Om 舍得妈咪得勒 慢着心盲识专家 盲识专家瓦达勒 他这里讲的咒语咒传有二十一个字 然后伏伏伏摸无别的共同咒语 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一起发心生起 我们要生起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咒语就是菩萨 咒语就是文殊菩萨 这样的一种信心容易成就 文殊菩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达达达从文殊菩萨能力得到的 刚开始这个有点前面的 强摩仁波切的传承有点不同的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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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嗯哼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那个墙没人不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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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度 niños、inta yumpir 从走到没까요? 这很像可是走� 在睡觉 将沙丝食各都是 知 thats宦仲berger 但世 boards很聪明 因为 president dijo 咦itious子,我不会 在听听听 João 因为这音song 很거야 先要有些人可以sell吃 itional用中、名前路,我avgoda 這裡有些人也不會適用啊 上帝的人õ乃快樂,再想當是啊 它們不太多吃東西全 Space 翻译字幕志愿者 概言 翻译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则减 好 找不到可以 乔弥仁波吉的衣柜没有藏文没有藏文算可以 我就念一个五百位班智道一起念的那个 好 来 来 不想再带我們去 文字幕志愿者 一遍 reads 下面彼韩 especially there is a Su l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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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later 妙音天语 none the sa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刚才在文殊菩萨仪轨里面养的 这里 我刚开始来学院当时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草皮房子 因为我中间很长时间没有修这个法 现在我每次念诵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当时的破房子 那我和大家听说说要回我们的一家庭 一家庭的读书是对签科学做的 以后来一家庭来说 就是我们的那种读书是从这一家庭的读书 本来说是老师在罗里面养的 这四个厚是从这一家庭的读书是从这一家庭的读书 而我们的读书是从这一家庭的读书 从那一家庭的读书是从这一家庭的读书 从那一家庭的读书是从这一家庭的读书 好像这个可能有点混在一起 你们什么能够吗 这个文殊菩萨修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 比如说太阳和月亮升起来或者彩花 耕地 这些还要读诵 获得了一些金汉 这是说明增长智慧你们进化上看看自己做什么梦 这个是最好的 最快的 这个乔摩仁波切这样是 这个乔摩仁波切 如果有时间当然是很好 如果修法仪轨没有的话最好咒语多念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我这里有个好像这个没有翻译吧 有翻译是吧 这里有一个藏地刚开始的时候念一个文殊战 这个叫做文殊战七大宝藏 文殊加持宝藏 以前我给藏族戴班的时候经常要求让他们念这个开智慧 代班的这些好几个都是现在我们学院当中也算是堪布吧 比较不错的了 我们学院汉族这边也希望你们多祈祷一下文殊菩萨 一八月四日大格比 磨坡仁波切的一个战胜文 今天是文殊菩萨的所有的你看好几个啊 一个是你们要记住 乔美仁波切的文殊菩萨的语世子 然后磨坡仁波切的还有我们每天念诵的文殊战 就是刚罗马还有一个磨坡仁波切的其他的文殊战 短短的这几个传承念了修法你们自己修自己念 这个还有个什么 哦 法王如意宝的 听不懂我说说 从来有一句话到说 这第二句话 必须要语言 用town 要语言 一句话当中你语言 异常常常在国梦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以前《上师主义报》造的 去年我给大家也传过吧 开光 今天有一个什么 要一个开光 词曲伊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文殊菩萨的修法给大家传了 下面我们一起念普贤行愿品 念普贤行愿品很重要大家尽量的一天人生活得有意义的话 用念一些有加持的经文念普贤行愿品等等 行进行中心 Gesetzent啊!